妙招姐今天又去哪里玩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哎呀不要不要 我的个天啊 河路牧场 位于浙江省渠州市渠江区高家镇华川堂村 坐落在远离喧嚣的大白鹿栖息地 再加上园区里面都是荷兰欧式建筑风格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河路牧场 河路牧场的园区有1200多亩 现在已经有2000多头奶牛在这里生活 想到可以和奶牛近距离接触 妙招姐还是很期待的 Hello 牧场里的奶牛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品种为荷斯坦奶牛 奶牛的个头可比我们平时见到的水牛黄牛大很多 很多都能长到1500斤左右 我已经把手套都戴好了 等会儿这里面就要挤上牛奶了 他好像不认识我 刚开始接触这个庞然大物还是有些紧张的 工作人员教了简单的手法 只要五指配合 轻轻按压就能挤出牛奶 挤的时候不用怕它疼 挤出来奶牛反而会舒服很多 很快一杯很快就挤满了 而且好像还是有点温的 刚挤出来的牛奶是不能马上喝的 因为它里面的细菌数 卫生物数比较高 喝下去容易拉肚子 哇 第一次有这么新鲜的体验 淋到水就好了 挥奶鱼 哎呀 哎呀真的呢 来吧小鱼们 哇来了来了都来了 哇哇排队排队 别着急别着急 雨露均沾雨露均沾啊 好 过去养牛放牛是劳碌脏类的象征 如今的现代奶牛养殖 都是极限化 规模化 生态化 信息化的模式 合鲁牧场通过几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极产销鱿鱼一体 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生态牧场 重复吉他 第一次的血 双刀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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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没有射中 这片草地已经被你击杀了 快点见证奇迹的时刻 毯 过头了 我堵了 哇 散了 其实差一点点就要脱把了 你有什么可好 准备完毕 现在去体验一下真人CS 哇 超强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河路滑操场 那我现在就要上去体验一下了 第一次体验 有点紧张 哇 我真的有点紧张 胆子太小了 没有道歉 胆子太小了 真的 什么都害怕 我的个天哪 刺激 好玩 感觉第一次有点害怕 但是第二次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这样 妙招姐牛奶 胃满满的一天就结束了 好